第1 军情作者 志松军纽约时报 11月27日报道 美国军方程 周二 三名美国士兵 在阿富汗的一次爆炸中丧生 这是美国今年发生的最严重的伤亡事件 另有三名士兵和一名美国承包商受伤 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起死亡事件 发生在东南部省范加兹尼市附近 是一起路边炸弹爆炸造成的 这是一年来美军在阿富汗 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 共有13人丧生 据美国媒体的 其中许多人是在内部袭击中丧生的 这些袭击被归咎于阿富汗联军部队 中的渗透分子或叛徒 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 就在三天前 另一名美国士兵 在东南部圣范尼姆罗兹与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分子作战时被打死 阿富汗也有帝国坟场支撑 曾让是不落帝国 前苏联帝国 两个上世纪某段时间内最强大的国家球体 而今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在热力奔战了17年之后 似乎也要走上他们的老路了 最近 塔利班方面的攻击非常频繁 让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有点招下不住 一露出妥协信号 这次伤亡虽然是路边炸弹造成的 但与阿富汗局势的紧张力不可分 日前 美国代表与塔利班代表进行了三天密谈 主要议题这些就是和平谈判 而特朗普也似乎有一心负阿富汗 以解决美军在这里的尴尬 事实上 但拉登被消灭后 美国已经失 去了在阿富汗局势存在的理由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蕾的侵略者 暂且不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 美国作为一个外来者 试图的阿富汗扶持一个亲美政权的做法 都是非常惑犯的 也是不合道义的 塔利班直斥些爱富汗政府为傀儡政权 正是因为美国的存在 使爱富汗政府失去了正当性 当美国宣称自己在爱富汗的贡献巨大时 正严重撕裂着这个国家 当然 就具体形势而言 美国大兵离开这里 不过是迟早的事 届时 爱富汗有望建立一个和平的联合政府 当然 也有可能通过近乎战争的形势 解决国内矛盾 但无论如何 爱富汗的事 该交给阿富汗人民去解决 美国不能为了自己的单极霸权野心 而让爱富汗人民承受一眼 看不到头的痛苦 这次美军的伤亡事件 再次从侧面给美国敲响了警钟 那就是 这里不是美国大兵该的地方 近日 在莫斯科召开的爱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 塔利班方面代表明确指出 美军撤出爱富汗是和谈的新决条件 持续的投入人力 资源 财富 外加塔利班的绝不屈服 让美国在爱富汗正遭遇尴尬 近 显然是不行了 退 美国又不甘心 奥巴马曾立主撤军阿富汗 并且执行了一部分政策直至被特朗普全面推翻 但时间证明 特朗普错了 有可能会亲手打自己的脸 现在 美国的最大严心 恐怕也不过是保住一部分计 的利益罢了 譬如帮助线政府 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 在爱富汗保留不放军事基地的 而别的都成了一地鸡毛 不足或齿 侵略就是侵略 在21世纪的今天 任何试图通过强力手段 使一个主权国家低下头颅的做法 都是隔耻的 也是注定会失败的 对此 美国还是好好反省 早日改过自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